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市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老师 2023年的台股封关 收在17930点 年涨了26.83% 今天正式进入了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圆月的行情正式启动了 复习一下郑老师提醒投资人的操作建议 2024年就是权力做多 积极赚大钱的一年 所以要来把握大行情的你 赶快先把老师追踪起来 上网四个字 搜寻四个字就好 股市达人 然后找到郑瑞宗老师 你就可以赶快把老师的YT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LINE也要记得 很重要哦 赶快加起来 好 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呢 排面上最强的 又是郑老师的IP三建客 其中的8054的安国 今天又创下了123块的新高点 涨幅来到了5.5% 再创了波段的新高 恭喜我们投资朋友 最厉害的郑老师 2023年带着会员朋友 一路转到2024年 我们现在还在继续一直转一直转 想要跟上来的 锁定好今天的节目了 接下来怎么聪明投资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答案 郑瑞宗老师 今天开局的第一天 是先跌了超过百点 但其实上个礼拜五 台股的收盘的价位 是收在全年的最高 所以放了个三天的假期回来 有一些获利回堵卖压 其实这个也算正常 是 然后一来就是说 早上我开车来上班的时候 发现说路上的车子还是不多 跟上礼拜一样 放假的时候一样还是不多 就是说外资看起来 还没有完全的收价 对 所以那个资金还等待 持续的归兑当中 我想这个也是 就是说今天市场有卖压 但是这个没有很热络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个假期的因素 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时间也因为逼近大选 所以市场可能也有一些人 稍微再观望一下 然后节后的第一天 市场的追价意愿不高 所以就看到今天就有一个 跌白点的一个走势 但我认为这很正常 就是说他洗一下之后 强势国很快就往上 所以我倒是认为 今天这个拉回并不构成 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尤其是12月底 很多法人在最后一两天 有一些是提前结账 就会先卖股票 那有一些是再投入额外资金 把股票拉高 做最后的结账做收的绩效 那通常这种在最后 那一两天两三天多买的 可能像今天或者是今明两天 他可能就会先调一些出来 所以今天就是说在涨多的过程 有一些小卖压 我认为这个都可以说是在预期当中 那么并不改变我们对 圆月行情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以今天排面中来说的话 那上个礼拜非常强势的AIPC相关 比如说人保华硕 音乐达基加维新等等 今天卖压都不少 所以我想这也是涨多的后座力 本来就是为这样子 然后联发科则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气息的卖压 也拉回 就连带的AIPC设计股 也跟着做一个拉回的整理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 应该说电子股的表现 都以下跌居多 但跌的并不是说非常的多 就电子股大部分都拉回 那市场之后 航运股是整体的走势是走高的 那是因为鸿海的攻击的事件 造成短期的运费的一个大涨 但是英国跟美国的军队 好像已经介入了 就是说警告攻击那些船队的这个武装组织 不可以再这样做 不然可能会做回击 所以可能这个运费上涨的这个鸿海的这个事件 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事件 如果它被压制下来的话 运费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对运费没有长期的影响 所以就建议大家不要去 这个元旦一开盘就去追最强的 结果一下就套牢 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整个2024年的开局的第一天 是震荡洗盘 那正在等待外资收价陆续归队 那后续就渴望上演所谓的元月份的行情 那洗完冲上去的就有可能会是元月份的最新最强的标股 所以你就看我今天拉回的 是不是我也盘有没有冲先冲上去 或者是明天先冲上去的 它就有可能是元月份最强势的股票 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就是说 今天反而是去筛选就是说 谁是真正强势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天 那比如说IP股今天最强就8054的安国 对没错8054的安国 那刚刚高点 刚刚我们这个Amy提到高点是123 其实现在不止 哇又过了又过了 股价已经来到了125块钱 对 那这个涨幅已经来到7% 所以呢 不但没有受到分门交易影响 没有受到今天盘式拉回的影响 股价也大涨7% 对啊而且还在分盘呢 又创了这个波段的最高点 是 而且今天分盘第六天 结果这个走势完全不受影响 对 那上档因为又过高了 上档没有压力 所以我一直说就是安国 这一波的走势其实真的不必预设高点 然后我们第一次是买57块半嘛 对 卖在92块半 卖完之后呢 它在高档上上下下来回 真的一个月之后 对 当时我们去赚别支了 我们先去操作别的股票 对 然后上礼拜呢 再一百块把它买回来 对 就买完之后隔天涨停板到109 然后之后就一路冲上去 到今天最高来到125块 哇 恭喜 真的就是一直赚一直赚耶 都没有停下来 中间还有110块钱 又做一次加码 是 所以当第一次赚6成第二次又赚了这个25%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你把它用所谓的复利做计算的话 100万乘以6成1.6嘛 就是160万嘛 那如果160万回头又操作第二趟100块买到今天125块赚25% 就160万再买1.25的话 刚刚好变成200 两百 哇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100万的资金 嗯 操作两趟的安国 嗯 我们中间安国跑去超赚别的那个我们就不谈了 嗯 黑鸡谈的让个卖手 多赚的 我们只算安国这一档股票的这两次的操作 嗯 今天刚好100块 哇塞 所以一般小资组一年的年薪都赚不到这样哎 对而且你说100% ETF一年的目标不是就5%吗 嗯 这个是我们是两次操作就100%了 是 所以就是说 我相信到过年前还有很多类似的机会 嗯 当然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嘛 对 你说过年前要再赚100% 这太困难了 嗯 但是放眼今年 我就说今年是一个上看18619会过关上看2万点的格局 嗯 放眼今年我认为就很多这种机会 对今年就是赚钱的一年 对那股市大量创新法就有提到说 呃这个 呃三个三成获利比你一次赚一倍要简单嘛 对 就是我们要去选一档股票 嗯 会涨一倍 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那就算你有这眼光知道说 哦对安国今年会涨一倍 嗯 但是又有几个人买下去 可以一路报到赚一倍 然后中间不被洗掉 对你有没有真的上车 然后实际上你上车之后 有没有把它报警 有没有一直在获利续报中 对那有人是因为稍微一跌 对 反而停损掉 就怕怕 然后就 那有人是最大短线高点 对 那都不会赚钱 对所以为什么操作 一震荡就跑掉 对所以为什么操作 要有人带着你 其实道理就在这里 对 对那有人是说 哦赚了一成两成 就长线股当成短线股在操作 也赚不了多少钱 是 所以你说一档股票 你选对了 但是要赚到一倍也不容易 嗯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333 就是说三个三成获利 就可以赚一倍 嗯 会比你一口气一次赚一倍要简单的多 嗯 就是因为三成是 我进入这个市场 今年25年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波段精品股 嗯 相对容易达到的一个绩效 是 而且也是大家就是比较容易抱得住的一个区间 嗯 那如果说可以赚个三个三成 那未来就是一倍 对 那我相信今年会有很多超过三成的好标底 对啊 就是满天都是金条了 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保护今年这个行情 对 更好跟进 对 那以安国来说的话 对 因为法说就有提到说 因为上上个礼拜三嘛 嗯 就提到说 明年至少有五到六个ASIC案子要设计定案嘛 是 那如果再加上未来洽谈中的新的案子陆续开案的话 嗯 那我相信明年获利六到八块应该是 这个 轻而易举可以做得到 嗯 好 那当市场给予ASICIP股 这个族群至少四十倍到五十倍的本益比的时候 你成长你就知道说 现在股价就算 哇 从什么三四十一路涨到一百二十几块 好像很多很多 嗯 可是因为它是用并购方式 切入所谓的ASIC的这个领域嘛 嗯 你把客户订单业绩直接用并购方式都买进来了 嗯 明年就是业绩就在那边嘛 嗯 那市场本益比又给那么高 对 所以你算算就知道说明年六到八块如果乘以什么四十倍五十倍的话 那现在股价空间还是有不止一两倍的空间 嗯 没错 所以我才会说当股价这也是在所有均线之上突破前高 嗯 所以上涨真的不预设它的高点 是 哦那 呃 也恭喜会员我们两次操作就翻倍了 对没错 那看起来后面应该会持续赚更多 嗯 好 后利续暴衷 嗯 那IP三件课周五最强的是经历课 是 3228 那今天是稍微 这个大涨之后的一个小整理 早上一度回到270.5 那刚刚又很厉害的 又翻红到283 又拉大概123块上去 那目前这个录音的时间 大概12点半 大概在盘下稍微 这个整理一点点 整理一下下 这也是非常强势 那一样股价位在所有均线之上 那三角收敛 其实在上个礼拜 5跟4的时候就有那个突破的迹象了 那个量都出来了 那今天稍微拉回量又缩 如果后面再补个两三千丈量的话 那可能就要挑战前面293的高点 所以我就说上涨没有压力 这个也是不预测的高点 跟安国一样 那以金银客来说 这一波我们是买在146 到礼拜五的高点282的话 也赚了大概945% 94 95% 那如果说算到上面 前面那个高点293.5元 是赚了超过100% 所以他跟安国一样 其实都是一个倍数的获利 对 IP三建客就是强啊 那以金银客来说 DG估计有新产品要量产 会推升营收向上 那工业电脑既有的IC的产品 也获得中国客户 目前持续的追加订单 因为大陆那边的这个 这个工业的生产 也开始有复苏上来 那明年中又有5G产品要量产 那全年保守大概有两个产品要开案 那乐观一点可能超过三个 所以全年赚一个股 超过一个股本机会相当大 那开案多可能就更高 但是因为随着开案 可能是一个或两个或三个 那这个 这个差一个就会差很多的EPS 所以这个数字差一大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个 大概的EPS预估 因为他maybe有10块钱 或者30块钱的几率都有了 但趋势明确向上 所以股价我认为就是要挑战 一两年前的高点 今天的趋势就是如此的 因为已经新年了 改口成今年 改口成今年 我常会讲错 那再来今年看好的 还有比如说记忆体 第一季包含D-Rain SD-Rain Nemphage估计都要涨价 那SD-Rain部分 我们看好金奥科第一季会涨价 大概15到20% 所以近期据我了解 金奥科的投片也增加相当相当多 3006金奥科 那投片很多 加上报价要涨 所以呢 那个现货价一涨上去的话 未来随着出货 那这个毛利跳升的速度 就会非常快 所以营收跟获利冲高的 黄金时刻将要来临 金奥科的部分 刚好这两天也都有拉回 所以拉回的部分 我认为这边其实 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介入点 然后Nemphage部分 我们看好Ctrl-I-C的点序 受惠 今年Nemphage的一个价格 就涨到大概六七成 薇腾还预告说 明年要持续涨价大概55% 它会带动相关的Ctrl-I-C的需求 持续往上 那近期据我了解 点序也是投片量大增很多 明年投片量 这个会增加250%左右 那金奥科明年增加200%以上 这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低期营收 会明显增温 那大概过完年进入第二季 大概营收就回到历史高峰了 那如果说再配合价格走高 这又回到我的股市达安超乘心法 刚刚提到第一条叫333 对三个三成 那第二条就是产品涨价的股价水标 所以现在我认为它是在 酝酿一个大涨的阶段 记忆体的相关类股 我认为今年都很有机会 当然不会只有这两档 但目前我认为这两档是相对 从外面技术面都是很有机会的股票 好可以来关注 都是可以关注 是 那除了记忆体之外会涨价的 当然还有上个礼拜 曾经一度大涨的类比IC的部分 因为全球第二大类比IC厂叫ADI 那在上个礼拜就发通知书 通知客户说 从2月4号起 陆续就要调涨售价 所以相关类比IC的部分 那其中有蛮大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电源管理IC的部分 预期都会受惠 大厂涨价 小厂的价格也都有机会往上 这代表就是去年类比IC 报价的很多 所以今年看起来就是说 报价直稳 做合理的回升 这是可以预期看得到的 那其中上个礼拜当 我们就获利除新的 6799的来劫 我们要买180 卖在大概是200块钱附近 获利放口袋 那目前回到大概19 目前有些小价差 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 它的一个整理的形态 有机会可能会 这个来回再做一次操作 好 那手上还有另外一档 是3588的通家 我倒是认为未来 这个2024年的空间可能会更大 它今年的头片 大概会增加大概200% 那一样就是说 跟金晓哥点续一样 那第一季增温 过完年 过年那个月可能会比较少 过完年之后陆续进入第二季 营收就有机会回到历史的高峰 那今年估计可能赚到6到8块钱 但是如果 后面真的跟着调涨售价的话 那这个获利就有机会再上去 因为报价涨会带动毛利率挑升 所以同样的出货量 报价涨毛利率跳升 EPS就往上跳 如果说你的出货又成长两倍的话 那获利就会提升速度就很快 所以大概今年如果赚到6到8块 如果涨价的话可能就超过8块钱 那IG设计本一笔也都是大概有25倍 所以算一算 这个股价空间其实现在才80来块 那这一波上个礼拜最高涨到大概92块 所以这个股价拉回整理个两三天 再去挑战高点这个机会是相当大 所以这个类别IC跟记忆体相关 都会是这个这一波的涨价的蛮可以注意的焦点 好持续来关注 要上车的就是来找郑老师 那当然就是说 有时候盘中还是会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 那大家都可以来教郑老师的Line 对没错 上网搜寻四个字 股市达人就可以找到郑瑞宗老师 Line就在上面 对那或者搜寻小老鼠Starmaster 对 S-T-O-C-K-M-S-T-R 就可以找到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是 那每天在盘中的11点左右 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 对 就会有我的盘中的最新的解盘文章 我就会针对比如说汇率的走势 打盘的看法 对 那类股的消涨 是 那资金往哪边去 因为我常在讲嘛 钱往哪边去 对 行情就在哪边 所以你要抓主流 你要看就是市场资金 在专注什么 在考虑什么 在讨论什么 嗯 钱往哪边去 哪边就有可能是新主流 对 那我都会就第一时间跟法人讨论 朋友法人朋友讨论的一些新的动向 嗯 我常常就在盘中的文章做分享 对 这投资人真的投资的上面 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如果说你盘中很认真在上班了 当然你就不用看 嗯嗯 你就是看盘后的解盘 对 文章 嗯 或者是广播或者是YT 对都可以 都可以 嗯 那如果说你是盘中有在看盘的 有在超速的 那你盘中的这个赖就一定要加入 对 大家会非常有帮助 没错 欢迎大家都加入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第一天的交易就跌了超过百点 那强盾股息下很正常了 对 大概要不了一两天新标股就会冲上去 比如说安国就冲上去 嗯 没错 所以元月份有元月行情 资金行情 财报真空期 营收题材 AI新的商机等等 哇 这题材很多了 对 好多颈条 我认为洗个一两天 是 小型股会非常热闹 好 欢迎跟着我一起来赚元月份的这一波红包行情 好 今天怎么跟上来老师 所以一样欢迎鼓励大家来加入我的line 是 加入之后只要你浮出留言8054 好 安国的代码 加上你的电话 是 或者直接来电也OK 就可以登记参与安国第二的最新布局 谢谢老师 赶快来登记参与安国第二的最新布局哦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大安 郑瑞宗老师 谢美 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 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虽然大盘是跌掉了百点 但这不就是你上车的机会吗 就像郑老师说的 盘让他洗一下 有洗才有机会上车 等他涨的时候赚的都是你的 而今天盘面上最强的就是郑老师的IP三件课 其中的8054安国又在创下波段新高了 恭喜会员朋友听众朋友获利续报中啊 这是我们操作安国第二次的大转 还没跟上来的 今天你有机会来登记参与安国第二最新的布局 一起赚这波红包行情 在郑老师的LINE留言8054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财富密码 郑老师的LINE搜寻四个字 股市达人 然后找到郑瑞宗老师 LINE的ID都在上面 如果还是找不到 现在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直接参与安国第二 顺便记得把老师的LINE加起来哦 电话拿起来拨 022362-8000 022362-8000 电话拨通留言8054 登记参与安国第二 最新的布局赶紧跟上来 一起赚这波红包行情 电话再说一次 022362-8000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